歡迎收看人人都能學會ETF系列 大盤創新高有兩檔 市值型ETF大贏大盤將近9個百分點 但第一名跟最後名落差有2.5倍的績效 到底怎麼回事呢?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請大家幫我們按個讚啦 登登登登 好的 HomeGo 今年以來就是大盤頻頻創新高 是的 沒錯 於是我就想來看看 現在約下這麼多檔的市值型ETF 到底誰的績效最好 你不跟我聊一下 我沒有要聊 那我們截至就是今年6月14號為止 大盤來到22504點的最高點 是因為截至6月14了 但這幾天不知道大家就是還會不會看到更高 反正總之呢 我們截到6月14號 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大盤的韓息績效 其實已經高達26.7% 那目前台灣掛牌的市值型ETF 總共有13檔 那其中呢 我們統計出來發現這段期間裡面 有9檔的績效是打贏大盤的 而且呢 第一名呢 他還贏大盤就是8.8個百分點 非常厲害 我們趕快來看排名 我們可以先看到圖卡裡面 黃色柱狀題呢 是大盤的韓息績效 26.7% 然後呢 排在他前面的話 有9檔的績效是比他還高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呢 都是追蹤台灣50指數的ETF 包含富邦台50 006208 還有遠大台灣50 0050 他們的績效都大贏大盤 就是將近9個百分點 接下來看到第三名到第五名 他們的競爭其實也非常激烈 大概都只各差了0.1個百分點 那依序是富邦摩台0057 FT台灣Smart00905 元大NSCI台灣006203 那他們的績效都在32%左右 第六名到第八名呢 剛好都是ESG型的標定 那包含了富邦公司智琳00692 群一台灣ESG低毯5000923 以及元大台灣ESG永續00850 那他們的績效大概落在30%左右 第九名是國泰台灣領袖5000922 那他同期間的韓息績效是28.2% 至於呢我們看到在大盤韓息績效後面的 還有四檔 那我覺得裡面比較需要關注的是 趙鋒龍頭等權重00921 因為他的韓息績效只有10%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幾年就是 我們以前其實都講說 市值型ETF的績效就是會貼近大盤嘛 但隨著這幾年市值型的ETF 他其實發展越來越多元 出現了許多Smart Beta的因子 那甚至還有他們在買進的時候 權重設計不太一樣 所以讓他們一樣 都是我們歸類在市值型ETF嘛 可是你會看到 他們已經出現不曉得落差 那豐哥你怎麼看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應該說是好事還是不好事 不過賺錢都是好事 我先講一下 我早期ETF比較簡單 他說盡量希望這種市值型的ETF呢 就貼近大盤指數的報酬 讓大家得到大盤平均的報酬表現嘛 但後來ETF商品發展多呢 同樣市值型呢 如果你們有兩檔 譬如說0050跟006208 都已經追蹤台灣50指數了 那其他公司就覺得 那何必要再去追蹤同一個指數 所以大家就開始為了商品的區隔化 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因子 選股的因子 雖然基本上呢 大方向呢 他們還是以 根據市值的大小來加權 並且盡量去挑市值比較大的公司 可是在選股跟這個成分股的比重上 就會加進了一些新的策略 然後形成一個新的特用的指數 那就會造成大家的差異呢 就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這次是50跟6208表現很好 原因就是因為台積電是這一波的領頭羊 漲最多 台積電呢 在台灣50指數呢 現在可能大概在53%左右 可是在大盤呢 大概在整個大盤裡面 他可能大概占大概31到33 這個上下區間而已 所以如果同樣的情況下呢 大盤指數呢 因為台積電貢獻比較低一點 然後在台灣50裡面呢 就貢獻比較高一點 所以你就會看到 前面這個衝的特別快 那現在新的有一些就是怕說 如果不設計一下他的上限的話 就會像這個0050一樣 就是台積電其實就是等於半個 半個0050了 那這就是漲跟跌都單壓 這檔股票好不好 陳業台積電半也台積電 所以就會有不同的風格出來 有些風格就是說好 單一個股我在買進的時候 不能超過30% 之後漲超過可以 但是他買進的時候不會超過30% 另外有一種像趙鋒等權重 他的方法就是我更嚴格 我就是希望不要單一個我影響這麼大 我希望波動更平穩 所以他就是30檔每檔3% 對 那他這個情況 他這種風格呢 在這種台積電獨漲的模式裡面呢 就變成最吃虧 因為台積電再怎麼漲 他都是占3%比例 所以為什麼趙鋒等權重會漲幅這麼小 原因也就是這個關鍵 就是現在的市場趨勢是少數的大型股 漲幅非常的集中 紅海啊 台積電啊 連八顆啊 他們漲幅非常集中 可是呢 同樣在台灣50的大型股裡面的 後面那25名可能沒什麼漲到 所以你如果那個權重很集中在台積電那種大型股呢 就漲幅就非常漂亮 但是如果是很平均的呢 漲幅就變非常少 所以這就是他現在一種現象啦 我覺得不能說好壞 可能說市場的商品有不同的區隔 嗯 其實我們在之前有幫大家把市值型ETF做分類 應該說就是幫大家分成三個世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 一開始就是純市值型的ETF嘛 也就是他單純真的就是只考量市值 那後來到了2017年的時候 第二代的ETF問世 就是加入一些ESG的相關概念 那再來是最近兩三年就是加入一些 剛剛講過的Smart Beta 那我們在投資的領域上大概也都是 就是他們大部分這些市值型ETF 只有投資上市公司 那有部分呢就是同時上市加上櫃 所以呢我們再結合剛剛風哥提到 因為這一波其實真的是算是台積電領賬 所以我們結合這些東西呢 就是表格控又來了 就是我把它整理成以下這張表格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純市值型的ETF 它霸佔了榜單的前三名 那其實進一步歸納原因 因為第一代的純市值型ETF 它並沒有針對個股做權重上的限制 所以講白了今年就是漲幅驚人的台積電 它雖然是掌握了這些市值型ETF的命運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因為006208跟0050 目前台積電占比大概都是53.5% 所以它今年就是漲幅非常的高 那再來就是永豐台灣加全006204 它雖然跟006208跟0050一樣 它都是純市值投資上市公司 不過因為它追蹤是整個大牌 那它成分股有900多檔 所以台積電的權重稍微比較低 所以它漲幅就沒有像0050跟06208 一樣這麼的多 再來我覺得裡面比較值得關注的 還有FT台灣Smart 00905 那因為它的台積電占比 其實可以看到也不算特別高 只有31.8% 但它的績效是第四名 那我覺得這裡表示說 那它就是Smart Beta有發揮作用 而且如果我們去觀察近一年的績效 它其實是第一名喔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起來 我認為如果就是不是台積電 一支獨秀的期間 我覺得這一檔ETF的表現 應該會是相當不錯的 謝謝擺個控悠悠 我也要筆記一下 對我覺得這檔可以關注一下 不過因為還是要觀察多一點時間 是因為這一檔 它是2022年四月掛牌的 那它到現在其實只有兩年左右嘛 那2022年空頭 所以它四月掛牌 所以它只走 就是只經歷了一小段時期的空頭 所以我們不知道下一個空頭來的時候 它的Smart Beta可不可以發揮 就是Hold住的作用 所以就是這一檔 我覺得要多觀察 但是Hold住 Hold住 不要疊太多 我覺得不容易啦 好 但我自己是覺得這一檔的話 我目前是蠻有興趣 我要多觀察 沒有乾爹喔 我純粹是從績效來觀察這件事情 這樣 最後呢 既然剛剛有提到就是一年期的績效 那我有幫大家整理 就是這幾檔ETF 它比較長時間的一個報酬表現 那我們來看圖卡 今年以來韓系績效呢 我們前面有說過 我們就先跳過了 那我們來看看近一年的狀況 也就是從2023年6月15日 算到今年的6月14日 那大盤的韓系績效呢 是34.5% 裡面表現最好的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FT Taiwan Smart 00905 因為它的績效占有到45.1% 那另外呢 006208 0050 00923 它們也都有在40%以上的表現 近三年的部分 表現最好的是00850 那近五年的表現 最好的則是006208 那拉長時間來看的話 我自己覺得還有一件事情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年化的報酬率 它的落差就會縮得比較小 但我覺得這蠻正常的 因為大盤其實它不會永遠執掌台積電 整體來說它還是會輪動的一個狀況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內容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Smart人員都能夠學會ETF 我們下次見 掰掰